哈喽大家好 最近我们忙了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过年我们工人师傅都放假了 现在我们来这个场地做一些准备 我们这一层有8个房间 每个房间的话是60个平方 现在是一些改造 现在我们同事在这里把这个餐桌 这是以前那个大人的 嗯 很大 这是以前的一个大包房 现在我们把它改一下 同事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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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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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给这个 来来 看一看 看一看 走 来来 现在这里搞出来很宽了 炒仓空灯 炒好多久 ór 嗯 炒到车儿先 大的爷 Claro 好多太 受到车儿 我们这里搞了一两个小时把这个桌子也给装好了 这个桌子主要是用来我们平时剪视频啊或者是说做一些运营之类的 然后我们设计师就是装修的 就是我们工作室装修的师傅已经过来了 现在去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 就是这两杆锅 主要是装这两杆锅是吧 然后我们看这边嘛 是 但是我想想是把这边搭桶 嗯 把这边搭桶下的地板 然后把它靠了 嗯嗯 靠了去那种厨房的防化地板状 防化地板状 地板状的话这个材料应该是我们里面领过 嗯 我们里面来弄 然后这个顶也都要拆了 顶子是拆了嘛 嗯 这个吊顶全部把它拆了 嗯 吊顶拆了这个 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再吊了 就全部涂背了 就直接刮背就不会了 对 全部 登局了起来 登局你帮我把线留出来就不会了 现在我们这边用餐厅来改厨房 因为这个厨房特别大 这里一千多个平方把它改成厨房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干 因为从来没有用这个包房来改过 等我们把这个厨房改造完了之后 然后开始办卫生许可证 已经直到这里了 到时候我们可以到这里来 第一呢可以拍视频 第二呢可以做菜 嗯 就是合法精灵 嗯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